俗哥说电影帮你跟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异星魔怪》 影片一开场 生活在完美小镇上的乡村杂工大长脸和忧郁处 干完了一天两冬活开着车往回走 走到半路 他们遇见了正在搞科研的地震学研究生大眼妹 大眼妹说我们放在这里的仪器最近收到了一些奇怪的数据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有大麻烦 忧郁处说就我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儿能出什么事 小镇上有一家杂货店 老板王子白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头 胡子书和冷淡婶是两口子 这二位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枪制弹药 他们家的军火足可以武装一支小型的游击队 对于每天重复着干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 大长脸和忧郁处早就反透 这二位都觉得自己怀才不拒 窝仔这穷乡屁两个就是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不公 为了能出人头地 两人决定到大城市碰碰运气 这二位把一堆破烂装车之后便踏上了淘金之路 刚走了没多远 他们突然看到路边的高压线杆上趴着一个人 大长脸爬上去一看呢 认识是镇里出了名的酒鬼张大爷 此时的张大爷两眼紧闭已经嗝了屁 经过医生炮灰书的检查 发现张大爷是用严重脱水而死 忧郁处说别吓唬闹了 难不成他自己坐在上面等着被咳死 这不是开玩笑吗 老实芭蕉的农民李大爷这辈子 一不抽烟喝酒二不偷鸡摸狗 三不调戏妇女四不约会网友 一辈子就活了俩的窝囊 按理说这么善良的人必须得有个善终 可老天爷偏不 当老爷子正刨地的时候 大魔怪突然就出现 不仅吃了他的羊 还让老爷子领了盒饭 大魔怪这一出来活动 大眼妹那边的仪器马上就有反应 关于张大爷的死 大长脸和忧郁处进行了深层次分析 大长脸说当时一定有人在追杀张大爷 所以他才在上面不管下 忧郁处说难不成有人在下面安营炸带了 这也太奇怪了 两人在经过李戴家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凄惨的一幕 这二位也不出去淘金了 急忙掉头回去给大家报信 两名工人正在修路的时候 无意中钻到了正在下面打赌的大魔怪 这馅可坏的菜啊 大魔怪不仅把这二位全给吃了 还弄了些大石头把镇上唯一的道路给堵住 两人回到杂货店把情况说了一遍 大长脸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发现电话线一关 随后二人开车准备到县城报警 可由于道路的中断 他们只好冤了返回了 忧郁叔和大长脸开车回到杂货店 胡子叔意外的发现 车下面卷着一根大魔怪的树角 大家伙研究了半天 也没搞明白这到底什么玩意儿 医生炮灰叔和老婆炮灰婶正在看星星的时候 大魔怪突然把他们的发电机给吃了 要说女人的第六感还是相当的准 炮灰婶隐隐意识到可能要出事了 劝炮灰婶赶快跑 可这炮灰叔的好奇心太重了 非要过去看看究竟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炮灰叔突然就落入了大魔怪设好的陷阱 炮灰婶一看回天无地老公嗝的屁就像仨子聊 可等他上车了才发现 要是被那个思维拿走了 要说这大魔怪刨坑的水平不服可真不行 时间不大就把炮灰婶连人带车一块给活卖了 胡子叔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我们要设立农民联盟之线 严加防范跟那些怪物绝一死产 我们现在已经跟外界隔绝了 北边是峭壁 东西边是高山 咱这里现在就像有鬼不关 可胡子叔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 让幽育叔和大长脸骑马到现场就用 两人途经一声炮灰鼠的架 突然听到有歌声音音传来 这二位找了半天 终于发现了埋在下边的汽车 当幽育叔和大长脸正马不停蹄赶路的时候 被大魔怪拦住了 两人一看当时就吓鸟了 急忙仨子就撩了 幽育叔连心爱的帽子也不要了 这大魔怪虽然很凶干 但智商却不在线 由于常年生活在地下 这眼神也不大好 没发现前面是水泥墙 追着追着一头又撞死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妹突然冒了出来 大眼妹说 这玩意儿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如果运作的好 咱都有钱转 忧郁叔和大长脸正商量着 怎么把大魔怪弄回去的时候 大眼妹说 从这些数据上来看 这附近还有三只大魔怪 埋伏在地下边的大魔怪一听 可气得不轻了 为了防止这三位回去搬救兵 把他们围困在了岩石上 不过这三位也确实有才 居然利用撑杆跳沙子跑 大魔怪没料到这帮孙子有这个时候 气得是浑人发抖 随后大家伙在王的外的杂货地 开了一碰头会 经过缜密的分析 大家一致认为 大魔怪是靠震动追踪猎物 只要大家保持安静就不会有事 大长脸说一动不动是王吧 如果想保证命 咱还得想办法离开着 一帮人正密谋的时候 大魔怪组团就插到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老滑头王的外首先领了好汉 其他人一看鸡帮爬上房顶 胡子书和冷淡婶刚回到他们的军械库 不长眼的大魔怪就杀到了 这两口子可过足了瘾 拼领啪当叮领咣当一通的扫射 终于把大魔怪给杀了 出战告捷 大家伙都非常的喜欢 另外两只大魔怪一看 同伴领了合饭那么干嘛 马上就展开了复仇行动 为了防止这帮人出去报信 又挖了个坑 把胡子书的车给护卖了 眼瞅着要被困死在这 怀才不遇的忧郁叔突然有了一注意 建议所有人开着镇上 毛弹叔把自己心爱的小三轮都使完中气 这大魔怪虽然笨可是不傻啊 很快就发现伤了当 是可杀不可辱 大魔怪顿时感到自己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拼了命的追杀这帮人 这大魔怪别的本事没有 给人挖坑可是一把号手 这帮人正在拼命逃窜的时候 扑通一下就掉坑里 为了保命 大家伙顾头不顾定的逃到岩石上 这大魔怪也不着急 心想孙子我就不先进不下了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这人一多坏主意也多 大家伙在岩石上迅速开了一碰楼会 最后决定掩蛇出动 然后再用胡子书自主研发的炸药 把大魔怪送走 这大魔怪也是既吃不既打 刚刚才上了一档 可这玩意儿是数耗子了 撂转就忘了 时间不大 其中一个大魔怪就挂了 另外一个大魔怪一看是个圈套 当时就吓尿 急忙把炸弹又扔了回去 这帮人可没料到大魔怪有这时候 一个个吓得是浑身发抖 幸亏是躲得快啊 不然全又得起了菜 要说还得是怀才不遇的 忧郁术和大张脸 两人冒着生命的威胁 和魔怪斗智都有 最终把大魔怪骗到了悬崖边上 这大魔怪不知是计 当时就吓了悬崖嘴的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瞅唐诗压经 吃妹王两妖魔怪 一个更比一个坏 可要跟人玩猫腻 这些全得起了菜